后台电规划由火力电厂作为替代方案 但是专家说补不了电力的缺口 立委也指出 今后每年将会增加等同于217万辆小客车的碳排放 而且发电的成本也会上升 不只是危害健康面临缺电 这个电价可能也会持续飙升 核三一号机即将处役 28号零点开始 圈台将只剩下核三二号机运作 执政党猛推非核家园 但不止专家不挺 民调也显示有64.8%的民众 认为应该着重发展核电 而且未来台湾进入非核家园 有超过九成民众担心缺电 政府一直告诉大家说没有缺电 可是民众不会被骗 如果台湾是一个大家普遍认为会缺电的地方 一般的企业或者是外资 根本不敢做长期的投资 虽然台电说奉德电厂会作为新增电源 装置容量110万千瓦 比核三一号机的95万千瓦 还要大 但目前封德三号机仍处于试运转程序 26号发电量只有30万千瓦 而且属于火力发电 碳排比核电高出许多 让这个无碳的核电厨艺 你整个台湾未来就是火电家园 讲装置容量没有用 你要实际上可以取得多少电燃气 才可以发出多少电 目前看起来 它很难去补上核三厨艺之后 供电吃紧的状态底下 它还要来做核电厨艺 真的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网友大算未来就算用非发电 还是可能缺电 立委计算台湾每年将增加 相当于217万辆汽车的碳排放量 而且用火力发电取代核三 每年发电成本最少增加338亿 如果用三升能源来做替代 每年发电成本可能高出两倍以上 飙迫700亿元 停止运软之后 一年少赚了150亿 你现在的做法就是让台电亏更大 电价当然也会再继续上升 你不用核能的话 就是电越来越贵 然后污染越来越严重 是我们这些不想用核能 能跟着你们倒霉 以前要花钱去买这个单 当直升党为了意识形态 坚持肥和家园 不但让百姓深陷缺电恐惧 还可能危害人民健康 影响产业经济 付出代价影响失去